我是当年跟真能源 海研究一起在学校毕业 一起想要寻找到 新能源旧M星的新地址 两个真本 然后我们当时 其实是无意当中 发现四母岛的那个土地 很特别 后来真就跟我们说 他收购了这个岛 我们就开始在这个海底 建立深海基地 当然我们不知道 真做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情 因为我跟海研究 我们两个人只负责研究 完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研究这个黄金土 和开发这个黄金能 同时这个土 就被真处理到了附近的 废弃的填埋厂 其实它就是扔到了烟花厂 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生了 炸炸炸烟花公司的 非常大的爆炸的事情 和蓝物灾害 在这个工程上 其实是一个连带反应 与此同时 整个M星的空气越来越差 这个时候 我其实是有一点点担心 黄金土的副作用 因为我们在黄金土里面 确实检测出了蓝色的X物质 和这个蓝物事件里面的X物质 应该是同类的 于是我和海研究 就写信给真能源 说黄金能不能用 有很大的问题 我就请求它暂时地关闭 这个海底的基地 然后希望可以暂停开发 这个黄金能 就没有想到我们等来的 不是关闭而是死亡 就是它直接关死了 你们在底下吗 我们在这个基地里面 是您逃出来了 因为这儿有一个 那个海的这个遗物 潜水的这个东西 上面写的海这个字 海 当时整个基地被关闭之后 它切断了里面的氧气 因为光太过分了 没有氧了 所以很快这些人就没了 那个时候海研究跟我一起发现 还有一个潜艇 是可以逃出去的 我们两个就坐上这个潜艇 往外逃 但是呢 就是快要冲出去的时候 我们潜艇被那个海藻 缠住了 缠住了 就必须有一个人 下去把这个海藻断开 但是呢 然后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的时候是在和好气的家里 他把我给救了 但是呢 因为这个烟雾 蓝色烟雾灾难的事情 这个保安和他的女儿 都已经得了病 然后因为他们得了病 所以他拜托我 照顾他的女儿 然后因为我知道 针对我们做了这些事情 所以我开始用尽办法 要调查 包括我已经查到了 就是我们现在的污染 和这个黄金能造成的 这个被土里面的物质 是一模一样的 我这个匿名的身份 其实就是要他助手 我要把这个事情公之于重 公之于重 对 然后他就那个 要给我一个名额 让我闭嘴 因为他不知道我是新地质 我为什么一定要换一个身份 因为新地质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死掉了 我不可以让珍知道 他当年的同学 也是一个知道 全部事情的人 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可是他知道你的脸吗 他今天没有见过我 今天在厕所的时候 然后没有想到 他从后面来了 他认出来了 没有 我背对他 他跟他 有打火机吗 我就感觉 就走了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我今天不出现了 我为什么迟到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到 要跟他见面 今天